明星发飙能有多可怕 我忙得要死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为什么吃完了饭 我还得去陪酒 我不吃饭 你就封杀我 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真牛逼 王子涛简直是内宇勇士第一名 透露出娱乐圈的不正之风 他们这些人都是 惯一些臭毛病你知道吗 连爱去了以后就得给他面子 装什么逼呢 娱乐圈那些做剧的那些 你知道吗 特别蹬 我很给他面子 低调的听你在那讲话 那是给你脸 卖给他平台 抱大嘴 根本不care这些东西 我管谁来了 什么这个那个领导来了 跟我有毛关系啊 在直播卖货被质疑割韭菜 他也是直接怒对 删我 你有什么本事删我 你说我割韭菜 国家有难的时候 我一共捐了500万 我1T1Boss的品牌服装 我连他妈的利润都没有 我全部下架 居然有河南 你做过什么 节目组强制让女孩 穿衣过度清凉 间接当场发飙 删上我的服装 女演员回来给你换一下 太难看了 看什么了呀 就看女孩内裤了 看什么了都 什么品位呀 赶紧我换了 太尊重练养了 赶紧换了 星爷在接受采访时 国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犹如中国人 气得星爷当场发飙 周杰伦约会被狗仔偷拍 我们周总直接正面用钢 很耐心 卸贤与曾江发声口角后 刚唱换奏 還有,這裡不想切 這個,我把我放進去 我把這個放進去 在... 這個... 我在這裡放進去 你說... 我現在想放回家 讓你把這個放進去